试试 这个渔房你笔记的第七页游 我 我考得不好 同学们都在笑我 还在我背后 说我脑子里都是多复杂 老师爷总是在说我 我也是人 我心里也很难受的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成绩还是不好 我真是没用 真是蠢 真是笨 我看看 我看看 你还在那里吗 你看 宋世人真是笨 你把这个好好看一下啊 真是笨 真是笨 来 老师来了 快点快点 坐好了 快点快点 坐 走走走走 同学们 很多人会觉得 高三学业是枯燥 乏味 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这是你们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 可以公平竞争的机会 青春是什么 是需要我们去搏一搏 不枉费自己青春的阶段 老师 苏建峰的诗卷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苏建峰的这张试卷 卷面上有三十五分 他拿到了三十分 而八十五分的答题内容 我算了 他能拿到七十二分 但是只给了二十八分 我明思苦想了很久 应该是交卷的时候 苏建峰请账 把A卷的答题卡 交到B卷上去了 我觉得他能拿到一百零二分 真的假的 真不可爱 真不可爱 老师 如果您不信的话 可以叫他来再做一遍 苏建峰 你愿意吗 我 其实二分就几个 二分 再一次也是倒入一页 是吗 我这种试图 咱们可能是二分 我不信 你怎么看呢 真去啊 我会给你拿一张 全新的试卷 内容不同 但难度相似 老师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其他同学上自协 苏建峰 你跟我来办公室 我再次都快睡了 就快睡了 她月威再大吧 她很好可怕 是不是了不起 我觉得也是 你没事 我陪你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5分